那现在我要准备出发去开机仪式了 但是由于我知道我这几天熬通宵 我先准备好我的养生茶 那我先去拍一个视频 走 我昨晚又紧张的是你还好 那紧张的干啥 被瓷 因为我的瓷太长了 睡在那就快去背了 而且都是纸过瓷的瓷 拍一个视频 你的养生茶里都有什么 虫草 然后我还开始吃黑芝麻瓜 然后还带了各种粉济的补充 然后准备吃当归煮鸡蛋 现在去开机仪式 去肖乡电影之天长 那你自己对于长沙这个城市 除了在这儿上了六年学以外 学校呢当然是一个比较有记忆深刻的地方 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吗 记忆深刻的事情 比如说以前总是会因为放假周末就会出来逛 比如说五一广场也会来 但是我就发现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变 像是那时候吃乳粉的呀 还有定王台 这是不是快到定王台了 定王台是一个区不是一个地方 定王台以前会总是去那买书 那有一个很大的卖书的地方 不过这一次回来觉得长沙特别年轻 会觉得长沙特别的年轻有活力 很热闹 就是好多人呀 好多人真的就是广场上面 就是 怎么说呢 就以前还不觉得 哪是这次回来那么觉得 但是这次回来吃到了小龙虾 以前都不怎么吃 觉得很麻烦 本来我们找了一条 在网上搜了一条街 想去打卡 然后去了以后发现 有一点就是失败 然后决定换另一条街 但是要看什么时候休息 哇好帅 欢迎大家来到电影 寻星闪耀的夜晚 开机仪式现场 请寻星闪耀的夜晚 演员代表 影榜张静怡 欢迎二位 让我们带自己热热的掌声 欢迎各位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永宝 欢迎欢迎咱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第一天拍摄要开始了 没人被晒啥了 开始热了 拜拜 而且拍摄